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1097年 年过六旬的苏氏被贬折到了海南丹州 在当时 这几乎可以看作是最严重的处罚之一 而这也与北宋时期海南的状况有着莫大的关系 物质匮乏 民生凋敝 教育落后 风俗原始 我们很难想象 当苏氏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时 内心是怎样的震惊与落寞 似乎这片土地很难与他心中北宋王朝的形象产生联系 然而 生性豁达的苏氏却并未因艰难困苦的环境而一蹶不振 也未曾忘记自己的担当与责任 这个荒凉之地因苏氏的到来开始产生了变化 那么苏氏究竟给海南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初到海南岛的他又经历了怎样的新路历程呢 海南师范大学随丽娟教授作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苏氏的海南岁月》 第四集 余生欲老海南村 苏氏贬于丹州 相比于惠州来说 这里的物质更为匮乏 环境艰苦 然而 他的弟弟形容哥哥 说他在丹州 却能弃毛竹而居之 日淡属玉 而华屋玉石之念不存于胸中 苏哲形容他的哥哥在丹州的时候 建造毛竹之屋而居住 每天吃的是属玉 心中不存在住华屋享玉石的念头 连遭厄运的苏氏 虽在九死难荒之地 生活困顿到了极点 但他依然窃怀忧国爱民之心 不论苏氏的政治处境如何 他总是讲民生放在首位 他曾经提出过为官要重道德而后风俗的治国方略 他主张爱惜风俗如护元气 因此每到一处即便是贬折 他都能够考其证查其俗 苏氏在丹州的时候写过六首劝农诗 在六首劝农诗的引言里 他介绍了海南的现状 他说海南多荒田 俗以茂香伟业 所产净土不足于石 乃以鼠玉杂米做粥米以取宝 于既哀之 乃赫元明劝农诗 以告其有知者 正源于此苏氏身上所显现的儒家济世的情怀 与知识分子的自救精神 最能代表贬折世人的自我拯救 丹州在北宋的时候 被称为荒蛮凶险之地 宋人也常称他为南荒 非人所居之地 当时昌华军总计八百余户 共计三千余人 三千余人是什么概念 是我所在的学校 一个大院的四个年级的总数 作为一个丹州来说 如果人口总计三千余人 那真是人少地阔 在宋代的时候 户口当中的户余人的计数 主要是以缴纳赴税的南丁为主 所以八百余户当中 购计三千余人 绝大多数都是缴纳赴税的南丁 那么妇女还有一些僧道之徒 不缴纳赴税 往往不在户口之中 但是即便如此 总计八百余户 也不是一个大的数字 出到丹州的时候 苏氏连生存需求都难以保障 他写给朋友的信里曾经说过 食无肉 病无药 居无食 出无有 东无炭 下无寒泉 到了丹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苏氏开始逐渐将关注自我的小视野 转而为丹州和海南的大视野 他发现 无论是丹州还是海南的其他的地方 海南的气候是温暖的 日照是充足的 具备着种植多种水稻的优量条件 然而海南的百姓生活却十分困难 他的原因如果纠缠一下的话 会发现由于丹州地区远离中原 先进的文化很难影响到这里 特别是海南长期以来 所形成的一些社会陋席 对当时海南社会的发展 形成了巨大的阻碍 在苏氏的眼里 他见到的很多陋席 但是他觉得非常具有社会影响的 首推应该是坐男时女力 什么叫做坐男时女力 苏氏发现海南的男子在家看护 女子户外操劳 打柴耕地承受家中 最为苦累的重体力劳动 尤其是在丹州 当地的妇女都是主要劳动力 他们承担了家庭生产当中的主要责任 坐男时女力这样的词 是苏氏引自杜甫的一首诗 叫《复心形》 杜甫住在奎州的时候 他发现当地女性的劳动成为主体 于是他写了一首诗 来记录当时四川奎州的社会现象 他说土风坐男时女力 应当门户女出入 时有八九复心归 卖心得钱应供给 在奎州 他的风俗是男子在家去 意识着女子操持着各种各样的家务 男子在家当门户 女子出入去操劳 时有八九都会背着柴草而归 卖柴草而得的钱才能够以供家用 见到丹州与杜甫所描述的奎州 坐男时女力的现象十分相像的时候 苏氏就不断地向海南父老 引诵杜甫的复心形 他希望通过引诵这首复心形 能够引起丹州社会的重视 特别是能够引起丹州父老 对这种现象的重视 并且能够改变风俗 苏氏在吟诵杜甫的复心形的时候 下边他曾经附上一语 他说海南亦有此风 每诵此诗已遇父老 然亦未亦遍其俗也 虽然我每一次吟诵此诗的时候 都是想告诉当地的父老 这种坐男时女力是一种漏俗 但是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除了坐男时女力的漏习以外 在丹州 苏氏还见到了另外一项漏习 就是赌博 赌博是与坐男时女力密切相关的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 有了坐男时女力的风俗 强壮的有力的男人 不从事农业生产 闲坐在家 这样就会感到无聊 无聊就要去寻乐 有的人在赌博当中 输了大量的钱 家庭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所以为此苏氏写了很多的劝农诗 在这里他谈到了 有关于海南赌博风气的完毕 在坐男时女力和赌博之外 海南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路俗 那么这个路俗就是屠牛乙治病 在中原治病都是要找郎中的 都是要吃药的 但是在海南却有着一种屠牛乙治病的风俗 为此苏氏就曾经写文 来记述当时杀牛的惨状 他说每一年总会从领外 买来大量的耕牛 牛要过海 每一百尾一船 遇风不顺的时候 牛饥渴相移 大量的死亡 牛登陆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哀鸣 到了海南以后 有的耕者用去耕田 也有的在生病的时候 用杀牛来进行祈祷 有钱人甚至一杀就杀到十余头 苏氏无法理解如此传统习俗的一种愚昧的本质 曾经长期担任过地方官员的苏氏 走过很多的地方 他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下层 每每他看到现实当中的种种弊端 和社会民众的疾苦的时候 他都会感同身受 因此他非常重视农业 在各地任上 他都曾经大力的提倡 兴修水利 减轻农民负担 开仓阵迹 推行央麻等善政 以促进当地的农业生产 改善农民的处境 当他从惠州远扁到海南岛时 他已经62岁 即便是身处海角穷荒之地 他自处尚且不宁 但仍然关注百姓的切身问题 足以看到苏氏关心民没之心 如果说同时代的王安石是改革家 那么被贬折丹州的苏氏 就是改造家 是一个社会改造家 他没有改革家那么激进 让整个社会风雷激荡 相比他诗歌当中的豪放 苏氏对丹州的改造和影响 有如春风化雨 可以说在丹州 他在拯救自己的同时 也影响和改变着丹州 作为北宋疆域中最为偏远的地区之一 海南岛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但却因为技术的落后和民风的怠惰 令这里生产力低下 百姓实不果腹 面对这样的情况 尽管苏氏作为一名贬官 不具备直接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 但是他还是运用自己以往的经验 在诗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 希望能够帮助当地发展农业 那么苏氏究竟提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他将会如何改变这里落后的民风呢 在丹州他以一己之力鼓励发展农业生产 出到丹州的时候 苏氏处处目睹着民众的怠惰 丹州的民众不是农耕的状态 是在他以往所工作过的地方很难见到的 作为贬官到此以后 他只能拿起纸笔 用诗文的方式来劝说当地的民众从事农业生产 苏氏认为丹州东不寒冷 草木不雕 四十花果遍地是一个富饶的地方 本来就可以解决温饱 而且不成问题的 但是现实却相反 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风带舵 于是他在诗中提出了三条措施 一就是邻里合作 改进农具 利尔去寺 豪尔联偶 农耕不容易 邻里之间共同合作 用非常便利的农具耕作 是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的 第二 在诗文当中 他大力地提倡 很慌 并且扩大耕种面积 在海南 我们经常能看到杂草遍地的地方 其实杂草遍地的地方分成两类 很多人没有去海南之前都会认为 海南一年都是夏天 应该一年四季都可种地 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去了海南之后 你就会发现 如果一年三季 或者是四季的话 土壤的肥力是跟不上的 所以在海南 由于没有冬天 没有寒冷 病虫害也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往往在海南耕作的时候 收获了一季之后 人们就会让这个地 自然地在那里恢复地利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杂草 另外还有一类 那就是真正的荒地 也就是当地人 不愿意进行更多的耕作 和付出更多的辛劳 所以苏氏说 既然丹州地广人稀 那就尽量地把荒地开垦出来 把杂草清除掉 那么这样耕种就可以有所收获 至少可以收获到广众博收的效果 以解决海南当地人的温饱问题 第三个措施 那就是惩处游手好闲的人 为了惩处游手好闲的人 苏氏竟然在诗里这样说 父兄径庭以至游手 父兄们拿起你们的棍棒 去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吧 苏氏未必是呼吁父兄们 去打那些赌博游手好闲的人 但是在诗文里折射的 是要呼吁海南当地的父老 一定要对这些人严加管教 这些怠惰之人直接怠坏了当地的风气 苏氏认为只要做到以上三点 海南的经济海南的农业 是可以得到很好发展的 至少是可以得到一种效果的 就是至少人们不至于饥饿 为了带动海南的农业 苏氏拿出了在黄州种地的经验 自己亲自在城的西南种植水稻 当有了很好的收获之后 就把耕种的经验告诉当地人 苏氏就是这样 以实际行动向当地的海南同胞 展示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 让他们自觉自愿地去学习 在古代农耕的时代 我们都知道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 可丹州人却有杀牛治病的陋习 海南离大陆很远 中间是隔海而望 所以海南缺医少药的现象 非常的普遍 而且非常的严重 苏氏经常能够见到的 就是海南人生病的时候 无药可用 所以苏氏亲自为老百姓看病 他就像在杭州和惠州一样 自己配中药来救人 当时就在他的村子里 有两人互殴 其中一人受伤很严重 既不能喝水又不能吃饭 而且连话都不能说 苏氏见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后 拿出家里祖传的接骨的丹药 让他服下 服下之后 受伤者能说话了 但是依然伤很重 于是苏氏又拿出南月活血丹 让他服下 伤者排出了少量的黑血 可以吃饭了 但依然疼痛难忍 身体不能转动 于是苏氏走到了自己的小药谱当中 采来了帝皇 由于丹州土地比较贫瘠 帝皇长得像发一样 很细 为了增加药效 他又讲 帝皇的叶子与须 结合在一起捣碎 让他一边的饮用 一边的外敷 有大量的血块排出 于是受伤者逐渐康复 针对海南的医无药的特殊状况 苏氏亲自采药 制药 试药 写成了很多的方字 其中就有 《易治禄》 《苍尔禄》 《浅草禄》 《四神丹说》等文章 来介绍各种草药的药性 伏法 药效 他希望能够帮助到当地的老百姓治病救人 并且改变有病求污 不信医不服药的一种落后的习俗 在苏氏的眼里 丹州的落后 丹州的陆席 以及丹州的农业经济的落后 是与教育和文化的传播比较滞后 有着密切的关系 到了丹州不久 苏氏就与张中协议 是否可以建一个 大家可以交流的场所 以改变丹州落后的状态 在苏氏看来 海南丹州的落后 与当地文教的匮乏 有着直接的关系 农业耕作 商业发展 思想观念 民间风俗 这些都离不开良好的教育 而作为当时声名赫赫的文人 年过六旬的他 也开始用自己的力量 推动着海南文教事业的发展 那么苏氏会如何发展 当地的教育和文化 他的举措又带来了 怎样深远的影响呢 丹州的学校是起于北宋的 宋代是一个非常重视 文教的这样的一个王朝 也是我国历史上 教育空前发展的时期 在庆历四年 公元1044年 宋王朝命令 那些还没有官办学校的周俊 都要建立学校 如果学生有200人以上的县 也可以办学 于是 在全国之内掀起了一个办学的大潮 顺应着这样的一个办学的大势 庆历四年 庆历四年 庇处偏远的海南 也开始建立官学 同一年 在丹州的城东 也建立了丹州学 苏氏到了丹州的时候 离丹州办学 大约有53年 53年以后的丹州的学校 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这是苏氏特别想了解的情况 到了丹州不久 他就到了城东 当时丹州的学舍去考察 然而眼前学校的破败 却令他震惊 为此 苏氏曾写过一首诗 来记载他这一次 到丹州学去考察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文有古学舍 切怀渊明心 舍依造两熟 愧护无一人 帮风方其宜 妙貌游音音 先生转已缺 弟子散莫珍 忍机座谈道 接我一碗文 永言百事似 未不平生琴 今此复合国 祈雨陈彩林 永愧于众详 玄歌沧海滨 对于苏氏来说 来丹州之前 他就听说 有这样的一所学校 所以到这里 他很想去看一看 自己也像 陶渊明一样 非常的欢喜 提一造访 从窗户看里面 竟无一人 这里虽然保存着 古奇国的帮风 庙堂的样子 庙堂的样子也承袭了 阴伤 但是老师的食物 已无人共济 学生已散去 书生不闻 老师饿着肚子和他 坐在那里论道 不得不叹息的就是 我这么晚 才来访训 虽说百年 要永远地祭祀下去 也未抵得上 平生日日辛勤 现在还谈什么 以秦学复国呀 岂不是像孔子 在陈才被困一样 非常的窘迫 我永远惭愧 不如于仲祥 这里所提到的 于仲祥 是三国时期的吴国人 虽然被处罪下放 他也讲学不倦 门徒也有数百人 所以联想到自己 被贬着单周 也是下放到了 边远的地级之处 所以想一想 自己还不如于仲祥 于是很期盼着自己 能够用琴色 伴奏着歌唱 在这个单周的海滨上 苏氏面对着 破败的学舍 和滞后的教育 感慨此地帮风一腿 斯文不振 从而他也对忍受饥饿 困守荒凉之地的 教书先生深表敬意 他也在考虑 如何能为沧海之滨的单周 增加一点玄歌之音呢 这份忧虑 既是对单周学风 不胜的一种忧虑 也是想为当地的教育 尽力的一种关切之情 于是苏氏蒙生了 要见一处 可以讲学论道的场所 的这样的一个念头 在哪里见 如何见 于是苏氏 积极筹划 推动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共同出资 苏氏到了单周 有一个兄弟对他甚好 就是李子云兄弟 所以在李子云家的圆池旁边 修建了载酒堂 为什么叫载酒堂呢 主要是取义于汉代的杨雄 载酒问字的典故 也就是说 有人可以带着酒 来找他请教学问 有了这样的一个去处 大家就可以聚众讲学 交流文化了 在这里当地人 与苏氏共同交流 于是形成了一种风气 逐渐载酒堂之名 也传播到了海南各地 甚至于已经越过穷州海峡 到了大陆 陆续吸引了许多学子 慕名前往 除了浸水楼台的 李子云兄弟等人以外 也有单周以外的学人与学子 这个看起来十分简陋的载酒堂 实现了苏式引文会友 问其请义 复养文教的一种愿望 也使中原的文明 和海南的文化 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成为海南文明进程当中的 一个重要标志 穷州的江唐左和江苏的葛延芝 都在载酒堂里 接受过苏式的教诲 在历史上也传为假话 江唐左是苏式在海南的 一个德义门生 被苏哲译为 生长毛间有一方的一个人物 今天回头去查 海南的各种地方文献 有关于江唐左的文字 记载很少 连他的出生年月都不像 但是江唐左却有七人 江唐左是海南的穷山人 也就是今天的海口人 在元府二年 也就是苏式到达海南 两年以后的九月 江唐左到丹州 从学于苏式 一直到第二年的三月 他才离开了丹州 江唐左仰慕东坡的才华和品格 邪母前来拜访 苏式也非常器重江唐左 即便是抱病 也为江唐左讲解经事 江唐左十分尊敬苏式 到丹州后 常与苏式闲聊 驱散先生心头的落寞 江唐左看到苏式生活穷困 常常送起一些吃食 为了感谢苏式栽培针 江唐左有时也邀苏式 到他的驻地去吃饭 供序情谊 江唐左勤奋好学 学业也突飞猛进 他没有辜负苏式的期望 在海南脱颖而出 在宋徽宗的崇宁二年 也就是公元1103年 他在广州考中了举人 苏式预设北规的时候 在穷山他去见了江唐左 当时江唐左还没有考中举人 但是他对江唐左有着一份深深的期待 临别之前 他拿起江唐左的扇子 在上边写了两句诗 沧海河层断地脉 白袍端河破天荒 并承诺 等到江唐左科举极地以后 他一定给他续上后续 江唐左相识通过以后 去京城应会室 在汝南拜访了苏哲 可是那个时候苏式已谢氏了 无法按照诺言 去给他续后续了 苏哲看到江唐左所出示的 苏式的诗 无限感慨 动情地为苏式续完了此诗 生长毛间有一方 风流济下古筑江 石从穷管鱼龙窟 绣出阳城汉墨场 沧海河层断地脉 白袍端河破天荒 锦衣他日千人看 史信东坡眼力长 此后 在历史的文献当中 江唐左是否又考中了近世 没有记载 但是江唐左在老师去世之后 回到了海南 并在海南传播文教 却在海南的文献里有所体现 如果说传为佳话的 是苏式与江唐左的这段佳话 还有一段佳话 那就是苏式与葛延之 葛延之并非海南人 他是今天江苏的吴锡人 那个时候的江阴人 他与苏式并不相识 但是听说苏式被贬折到海南的丹州 于是在圆府年间 不远万里来到了丹州 拜会苏式 苏式被他的一片赤诚所感动 留他在丹州筑了越狱 苏式感动于葛延之的项学 于是他也悉心去教会葛延之 有一次葛延之向苏式请教 作文之法 苏式沉吟片刻 耐心地引导他说 丹州是一个几百户人家的小城 这里百姓日常所需的各种用品 都可以从集市上得到 当然不是平白无故就能得到的 必须有一样东西来换取 然后才能为自己所用 那么这一样东西是什么呢 这一样东西就是钱 也就是说买东西是需要钱的 写文章也是同样的道理 天下知识千字百态 各种资料都分散在 精实子籍当中 虽然可以得到它 可也不能白白地得到并且使用 你必须先有一个东西 然后把它贯穿起来 这个东西就是义 没有钱就不能买到 自己所需要的物品 没有义也就不能写出文章来 这就是写文章的秘诀 格言之听了以后很受启发 当即白谢 并把这个秘诀写了下来 转告当事人 苏氏运用比喻和类比的说理方法 讲作文之法讲得浅显易动 写文章一定需要主旨 如果没有主旨就没有文章 即便写了成千上万的字 那也只是堆砌 写了等于没写 这才是真正的作文之道 格言之在丹州 得到了苏氏的教会 那么除了江唐佐和格言之 围绕在苏氏旁边 并且受教于苏氏的 还有李子云兄弟 福林 王霄等读书人 他们形成了一个 积极向上的学术小团体 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丹州 追随苏东坡学习 一直跟随苏东坡学习的王霄 也取得不小的成绩 在《丹宪志》里记载 王霄举明经进士 授出品官授业于苏文中宫 也就是王霄在载酒堂 得到苏氏的教会 在科举考试的时候 考中了明经科 并授为官员 自此以后 作为教育荒岛的海南 也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 保经诗书的举人 除了江唐佐以外 还有福林 有杜介之 又过了数年以后 在大关三年 也就是公元1109年 在苏东坡教育的遗风之下 丹州本地人 有一个名叫福雀的 考中了进士 在《叙修丹州志》的前序里 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大关三年极丑 福雀官成一郎 知韶化二州 也就是在大关三年 福雀已经考中进士 在当时的韶州和化州 作为知州 海南岛教育兴起的局面 正是苏氏所希望看到的 他复文教育海南的愿望 终得以实现 苏氏在丹州的时候 还不遗余力地四处劝学 并且自编了大量的讲义和经书 经过他的不懈努力 丹州形成了比较好的读书氛围 在苏氏离开丹州的前后 这里已经形成了儿童 朗朗的读书生 在他的诗文里 有这样的记载 穷然已可喜 旷文悬颂音 儿生自圆美 谁家两清金 儿童读书的天籁之音 不仅圆美 而且令人陶醉 苏氏肯定地说 五道无南北 作为学业的传授 其实是不分南北 海南人一样是可以得到教化的 明代海南的大学是邱骏 在穷山献学制里 高度地赞扬了苏氏 对于海南的教育 他说海南兴学 盖自宋将军弼 从苏公子瞻时 也就是说 海南的兴学 是从苏氏教诲 江唐左众举人开始 王国县在重修丹县制序里 也曾经对于苏氏 副教于海南有这样的记载 丹尔为汉武帝 元鼎六年之君 岳汉魏六朝之堂及五代 文化未开 北宋苏文中宫来穷 居丹四年 以诗书礼乐之教 转移其风俗 变化其人心 是苏氏来到了丹州 让丹州有了书生朗朗 玄歌四起的声音 苏氏注重教化 有了载酒堂 就有了固定的教学之地 苏氏发挥载酒堂的功用 大力倡导教学之风 并用自己的作品 与弟子们交流 苏氏沉浸在这种 讲协的快乐里 忘记了被贬折此地的烦恼 和弟子们在此喝酒吟诗 对丹州的文化教育 充满了热切的期待 据史料记载 从开国到少盛年间这一百多年里 丹州从来没有人基地 直到苏氏在此执教 北规三年以后 有了姜唐佐举相供 也就是考中举人 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 北规的第八年 就是大观二年 公元1108年 海南人福雀赴省城参加乡市中举 第二年赴京殿市集地 成了近市 福雀是否是海南的第一位近市 在今天的海南史的研究当中 有多种版本 有人认为福雀是海南的第一个近市 有人认为陈福是海南的第一个近市 但是福雀很早的众为近市 确实是受苏氏的影响 在福雀之后 海南人文鼎盛 人才辈出 后人对此颇有感慨 人们说 东坡不幸 海南幸 正是因为苏东坡的不幸 贬折到了海南的丹州 给海南丹州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然而伴随宋哲宗的去世 朝廷当中迫害原有党人的力量 纷纷失事 苏氏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请看下一讲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